孫中山市职径设立于1996年 原名为中山市职径 由香港中西区区议会设立 期间曾于2006年进行修册 配合落成的孫中山纪念馆 今名为孫中山市职径 2018年旅游事务署 联同中西区区议会 以及康洛和文化事务署 更新孫中山市职径 邀请本地九位艺术家 设计独特的艺术品 代替原有的纪念牌 呈现香港的历史和文化特色 并有手机应用程式 为游客渡航 介绍沿途每一个景点的历史 香港大学 位于半咸道的香港大学 成立于1911年 是香港第一所大学 由于孫中山曾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 亦聘入香港大学 因此孫中山视香港大学为母校 并公开表示 香港与香港大学 是我的知识单身地 孫中山曾经在1923年 到访香港大学 在现今的陆友堂举行演说 拔萃书室 1883年 孫中山来港求学 入读当时位于东边街 由圣公会开办的拔萃书室 即是现在的拔萃南书院 中国同盟会招待所 1905年 孫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 中国同盟会 立自以革命运动推翻晚清政权 香港作为筹划革命运动的重镇 同盟会香港分会 亦曾设立招待所 接应革命党人 其中一所 就设立在普慶坊 美国公理会福音堂 孫中山来港求学 入读拔萃书室 和中央书院那时 曾经居住在必烈者时阶的 美国公理会福音堂 其后在那里受洗 成为基督徒 中央书院 中央书院是香港第一所提供 西式现代教育的官立中学 在1862年成立于歌府街 孙中山在184年4月 入读书院的高中部 于186年毕业 四大寿罪所 文社创办人之一 同时亦是香港轻忠会会长 因为多次参与和协助革命起义 被满清政府通缩 及后他在杰志街52号二楼开办司属教授英文 最终被清廷派杀手刺杀 富人文社 由杨具运与謝赞泰等人 在1892年创办 以八子里一号二楼为社子 该社是香港最早的革命组织 以开启文字和讨论时政为宗旨 成员大多成为日后革命组织的骨幹 因此亦被视为香港轻忠会的前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